相似相续为什么存在呢 那是业力 是因缘 是业力 你存在着 在祝福菩萨 他不是业力 有因缘 因缘是感应 感是因 语言是苦 这里就有因缘苦 相续不断的 诸佛菩萨 现象是愿力 不是业力 众生这些六道轮回 这些拉拉扎扎像是什么呢 业力 佛讲的意义都不错 众生到这个时间 是来愁偿业报的 你过去做的善 你愁偿善报 你来向福 你造的过业 那你得受罪 享福受罪都是业报 你不造这个业 你就不受这个过报 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 无论是享福是受报 不怨天 不怨天 不由人 为什么呢 知道是自作自首 怎样跳出这个圈子 这个游戏玩过了 觉得不好玩 很痛苦 毫无意义 没有一点价值 那就不值得了 那怎么办呢 今天遇到这个法门 就办法来了 念佛 往生进度 跳出这个圈子 不再搞轮回 不再搞释法结论 这是个误区 迷惑颠倒 很不心的 掉到这里来了 现在找到出路了 这个出路千载难逢 不是容易得来的 那么我们这一生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都要掌握住 我要走出去 这个走出去的秘诀 就是信 愿 痴迷 你看看 就四个字 这是什么 这是究竟圆满的法法 无上的大法 千经万论 到最后都归到这四个字 幸运痴迷 这四个字真正认识了 真正掌握住了 如来大法 你就得到了 其他的 不关键要了 经每天念可以 不念也可以 如果真正相信 一点疑惑都没有了 经就不必念了 经历用处干什么 断移身心 我已经断移身心了 这经就毕业了 这个要知道 我 Ça封了 我 我 那个 感谢观看